机场人员跟警方进入这间仓库 里面堆放一包包一箱箱 全都是中药以及香料 业者从事原料进口 部分加工成火锅汤底料 但却被检警查出 涉嫌将过期好久的原料 换包装改标签 再卖给不知情的数十家 下游火锅店业者 对外贩售给不知情的 下游业者牟利 共计获利154万多元 身穿白色上衣的就是黄姓业者 被抓到改标的商品 大约过期2到4年 纯菜油火锅底料8653包 来一坨火锅底料3127包 以及其他的香料原料跟粉丝等等 贩售给不知情的下游业者 大赚154万元 被爆出改标在贩卖 业者仓库本来还有在营运 一看到有人靠近立刻拉小田门 2014年顶王旗下五老锅 被爆出枸杞油致癌农药 让当时的执行长鞠躬盗窃 追出来源也是这间公司 当时也付检验合格证明 没想到被验出违规 考量被告以自白犯罪 并以配合卫生局将与其产品全数销毁 故给予还请诉处分 而高雄地检署考量厂商自白犯罪 也配合销毁剩下过期物资 判还处分两年 缴缴320万处分金给国库 只不过到底问题实比 多少已经被吃下肚 有没有出问题 相关单位还要再追查 三十位车上古不仙 高雄报道